请您开示如何让小孩子 特别是十五六岁的孩子 能够清净善知识 学习佛法 感恩法师 我想这个有一点 比较人一谈到感情 就脆弱 因为特别对小孩子 实在是太爱他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求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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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要积一些善根力 没有说我放生啊 供灯啊 以这个善根力来 回向佛菩萨 求佛菩萨创造因缘 会转业的 然后这个小孩子 他就有机会碰到 他素氏有缘的好朋友 好同学 要他去做好事 要他如何如何 那当然技巧上 这个叫治理 就是母子之间如何沟通 那这个要 这真的是我们修行的功课了 有时候 如果你能够 你的个性 让你的儿女都能够接受 那你讲的话 他也容易接受 那这个变成 因为有他你才会努力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助言 但是无论如何 佛教里面讲 尽力但随缘 所以你要多观修 除了求佛菩萨加持以后 那就看到你的儿子在拜佛啊 要这样观修 看到他在吃素啊 看到他在放生啊 看到他去供养出家人啊 你要这样观修 这个就是一个愿力了 因为这个念头 母子年薪啊 你会影响他的 特别钥匙经说 你一直念钥匙咒 然后发愿 也会影响他的 所以慢慢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的 善一定会影响善 恶一定会影响 所以我们就 善的方面 多加强 那自然就慢慢影响 但是不要求效果 因缘成就了 自然 自然成就 我们无论如何 外面的世界不圆满 但我们的心圆满很重要 如果我们心 深口意 很清静 很圆满 那力量就更大 所以你越要影响对方 你越要进化自己 就像我们出家人一样 我们出家师父 每一个都想弘法立身 但是 别人接不接受你 要看你素质的姻缘 跟你现在的动机正不正确 如果你动机正确 人家就喜欢 有没有压力吗 所以我想这一点 为了对方 更要进化自己 所以 求 观音菩萨 我是自己喜欢礼拜的 自己有在努力 刚刚讲了 他力 就是法力 我们要替他种善根 在背次来 自力 佛力 法力 三立合合 然后回向给所有小孩子 愿这些儿童能够提早认识因果 那这样功德力更大 然后呢 就算你这个小孩子 假设这辈子最后都没学佛 但是你努力了 你已经很圆满 因为他你才会助你 所以离开众生里面 我们没办法成佛 就是这个意思 你当然要不要 你不会是 就是这一句话